大神烂赌成性为了开运竟然将活猫钉进棺材里 每天拜一拜果然成功转运赢得大把钱财 今天给大家带来恐怖电影《有客到之》种猫 天生阴阳眼的秀蓉在舅舅经营的殡葬用品店工作 做的就是扎纸人和花圈的活儿 舅舅贪玩成性,舅妈呢又是一个好赌的人 所以每天都让秀蓉在店里开门 而自己抽空和牌友扎堆赌博 所以秀蓉经常工作到半夜 有时候还要趁着夜色自己送货上门 难免会看见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但好在秀蓉为人善良正直 从来没被什么缠上过 店铺附近有一只流浪猫 善心大发的秀蓉经常去喂养它 可以说这只猫算是秀蓉孤苦生活中的一抹慰藉 但也因此呢引来了舅妈的不满 最近舅妈的运势也确实不怎么景气 店里生意差打牌的手气也不怎么好 有一次刚去到殡仪馆找到几个牌友 就被管理员赶了出来 说他们头顶有东西 舅妈越想越晦气 这时她听到隔壁桌有一对夫妻在聊天 聊到一种叫做种猫的招财法 只要将活猫放进棺材里抓来抓去 就可以将财运抓来 听到这里舅妈心动了 回家的时候就将秀蓉平时喂的那只流浪猫捉走 和舅舅合力将它钉在了棺材里 还摆上牌位祈拜起来 这一幕被躲在暗处的秀蓉看见 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原本就胆小内敛的秀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她的身心也大受刺激 那之后舅妈的运势果然越来越好 在牌桌上打遍天下无敌手 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 之后秀蓉在门店口捡到了猫咪的铃铛 可是当她抱住铃铛的时候 突然被怨气冲天的猫咪赴了身 竟然化身成为猫女郎 被赴身的秀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 她用鬼魅将舅舅引到了一栋宅子 被迷运的舅舅以为自己真的走了桃花运 谁知在抚摸对方的时候感觉不对劲 抬眼一看镜子 发现自己搂着的竟然是一具女尸 原来自己被女鬼困在了幽暗空间 舅舅大受惊吓 赶紧逃出了这栋宅子 跑回店里用琵琶叶虚邪 很快舅妈就回来了 舅妈这次又赢了一大笔钱 所以十分高兴地招呼秀蓉 却被一向乖巧的秀蓉狠狠地抓了一把 甚至还流出血来 随后她发现秀蓉竟然将棺材打开了 舅妈想找秀蓉算账 却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 晚上到了打烊时间 正准备关门闭店的舅舅 总是听见外面有敲门声 但是打开门却什么都没有 就在她疑惑的时候 屋子突然停电了 舅舅和舅妈大受惊吓 这时灯又亮了 原来只是保险丝被烧坏了而已 随后秀蓉将晚饭端上来 继续坐在一旁扎着纸人 舅舅和舅妈没太在意地吃起了晚饭 毕竟在他们看来 秀蓉就是一个干活的杂工 就在俩人兴致勃勃的时候 却在饭菜里吃出了猫毛 此时俩人还没察觉有什么不对劲 直到俩人不约而同 喷出一口老血 这时秀蓉将扎好的两个纸人转过来 竟然和舅舅舅妈长得一模一样 因为持下了秀蓉准备的食物 舅舅舅妈这样就被他混在了纸人上 随后秀蓉将两个纸人一把火烧掉 随之一起被烧掉的是 俩人因贪念而犯下的罪恶 一个人的贪婪最终会毁掉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期再见 3 5 5